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的《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迪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博文汪也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 今次真的讲一下这些 小粉和玻璃心 为你们小粉王都很玻璃心 发生什么事呢 港府主要是保安国 提醒在英港人注意安全 对英国黄色旅游警告仍然生效 自由老洲访问了一批港人 你误导 你根本想搞乱英国 为什么你不说极油搞乱英国 为什么发出旅游警告 特居政府搞乱英国 特居政府搞乱英国 误导情况严重性 什么 说要出军队 还未出 这也不严重 什么是严重呢 他说我们还未受伤 你不要这么说 到时你出事的时候 你不要乱叉这么说 他就说 你这样不对的 你们根本 是想误导 令到大家觉得英国出事 英国是不是出事 所有西媒都在报 英国没看得用两个字 是的 BBQ警署 是的 围攻 首尚府 自由老洲访问了一位 王小姐 他认为最近的骚亂对他生活未有太大影响 也应该 理解示威发生的原因 又开始了 他说我是不担心的 虽然家里有小孩 英国始终地方大 发生骚亂或暴动的地方比较集中 但是我觉得今次 示威是因为民份累積一段长时间 不是单一的移民事件 或者是针对 在某个国家的歧视 他不是针对某个国家 他不是针对某个国家 是针对某个系信什么教的人 另外他也说 高度质疑港府为什么发出这个警告 他就说误导成份 他就说翻查历史 这个突然可以接近十分三分九分 好像以前的马尼拉事件 马尼拉事件 那不是全国的 他就说像泰国政变 泰国政变 любой一次 游客都没有东西的人继续续续 但这个 pretty buff ctions 全世界供应 而我也不明白这个 так 港府这样令到不在英国当地的香港人或华人 被误到你以为事情很严重 他就说你们根本是大风向 不排除特区政府大风向 人需要有独立思考就不会受影响 有独立思考的人就应该小心 不像听你这样说的 是吗? 这真的很好笑 因为现在这场是英国暴动 说真的,他们很多人都知道 人家的暴动 明白吗? 所以他们经常强调我和他们不同 一个本质就是暴力事件 你不要说正义那些 动手就是犯法 动手就是犯法 这么简单 既然说这是特区政府 尤其是指向邓炳强 他提醒你们再英港人小心 同样是五眼集团的加拿大和澳洲 都更新了旅游警示 大风向 五眼大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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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格外谨慎 并且注意发生示威活动和暴力冲突 大风向很危险 加拿大风向 加拿大风向 还有 同为五眼集团 而且 加拿大也有些法籍人士 大家知道澳洲和英国关系相当深 澳洲其实是英国生出来的儿子 儿子也说要小心点 大风向 澳洲说的一样是呼吁国民 其实香港政府是呼吁在英港人 他就是呼吁在英的澳人 注意安全 正常的 正常是应该这样的 每个政府都是大风向 我不明白的 你这么玻璃心的 这样也会破防的 还有 马来西亚也是 英联邦国家也是 启醒你 小心 大风向 误道 什么误道 他就叫你小心什么误道 马来西亚 尼日利亚 和人口大国印尼 都相计向英国发出了旅游警示 呼吁在英的国民 注意人生安全 远离示威活动 现场保持紧紧 警惕謹慎 全世界说的一样 特区政府有什么不同 想问一下 一样是注意人生安全 一样的 发生什么事 他具体怎么说呢 呼吁 计划前往英国 或者在英港人 注意局势 提高警惕 注意人生安全 避开人群聚集的地方 以及不可以示威 那些地方 一样 有大同小异 对吧 大什么东西 风向啊 大哥 你为什么这么玻璃心啊 你很害怕啊 其实这个 我经常跟我表妹说 我们都叫了英国户子 都好像不怕批评英国 但是他们有一本真正正英国户子 就很害怕人家批评英国 捍卫英国的权利 很多时候也是狗撑 哦 这样 我不担心 你不担心是你的事 OK 但是 关什么大风向事呢 最搞事呢 港府就说 英国多处 在发生示威和骚亂 是对的 他没有说错 如果要协助 就是可以向香港入境处联络 或者致电中国大使馆 据据话 都跟其他外国 尤其是五眼联盟的 在加拿大和澳洲 是基本上一致的 我又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对吧 原来与此同时 社交媒体也说 不用社交媒体 你看看主任媒体也有说 洗叉看社交媒体 你可不可以看少些 就是自己港人的搜索 那些群組 看看主任媒体可不可以 那就是 身在碧仙图的朋友的寓所 被人家扔东西 警察也没有理會 那当然了 之后有发文 就说在英港人应该 这个好笑 原公义? 集体自卫 整个什么集体防御 什么自卫队 而这些人不少 有千块千断 其实他们什么呢 有些人 野鱼 野鱼 好像19年那样 你当时野鱼警察 泰国有个警察 跌死了 你也这么说 你也这么说 他野鱼有没有犯法 没有 没有的 是吧 但你们说什么喜人底 就是犯法 原来他忍不住别人 说他 香港有事 你们也开心得鬼 拍摄手掌 是的 现在他们最大的分裂是什么 刘港派 虽然大家都是 黄 但刘港派和移民L 真的挺大分裂 你看看 刘港派现在很多是上大陆消费 不好意思 什么意思 星期一至五是流港派 周末是北上派 没错 我们不担心 你们误道 误道 什么误道 他叫你小心就叫误道 大风向 大风向 另外有一位 经营外卖店的Peter 我接受自由老洲访问时 不担心香港人会成为被针对对长 因为歧视问题 即使在香港也存在是你们歧视的蓝牙人 代入你在香港 在香港也可能有人歧视印度人 巴基斯坦人 其实这些你说出来是否自暴其丑 还有就是你在香港 你们是多数的 是的 现在你去到英国是少数 麻烦你低调一点 我不明白他说 为什么你来到英国 就觉得自己是大了 那真的不对 有时香港人会影响到 其他人的生活 这些要你是磨合的 不是你说来到 别人就接受你的 你要诱入别人 他说示威和苏联 还未影响到他 也相信苏联不会无日无天 地持续 我也相信他 是不会的 怎样过段时间 他也能压下来 他就觉得 这个就是民主社会 不会是你政府一个人说了 但他用暴力解决 就逮捕他 始终也会回归理性 而且他们很搞笑 大多数英国人 都不想见到社会乱 19年大多数香港人 都不想见到社会乱 哈哈 都是计一计 崩口人 你小心点说 骚乱就不会去毛子径 好像19年毛子径 扩散下去 他承认 19年毛子径 扩散下去 但他认为19年是暴政的 但有些人都说 施己然是暴政的 一样都是回归理性的 现在就回归了 是 你自己说的 是的 没错 其实回归理性 另外一个标杆是什么呢 就是看看他们有多少人 出来集会 你知道很多KOL 其实很气愤 不够人出来集会 对吗 越来越少 对 刚刚过去的20年 21年现在少了很多 看回来 原来网上亦有人号召 今晚在英国多个城市进行示威 今次示威的目标 其实是与难民设施相关系 向那些Council的 帮难民租酒店动手 原来有些重大话是什么呢 就是移民律师的办公室 哇 你觉得你帮难民申请 移民律师也是白人 白人也动了 噢 你是反骨仔 我们看影片是一个问非裔人士 你是否英国人 也不用问了 不用问 雖然他是英国号召 他是白人 你也是按照移民律师 你是移民律师 你帮他们 我就要移民律师 是的 原来天空电视台也说 预计全国会派出6000的防暴警 亦可能还有30场示威 这个要乐观地看 怎样也好 一句话提醒你 其实他也是很深的 我真的看不到有什么孙 正常的事 提醒你 正常的事 如果你觉得这样也不行 麻烦你留下五眼那两个 留下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是英联邦国家 新加坡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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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你难为他 是的 关什么事 正常的事 叫你小心 大风向 现在律师事部所成为目标 虽然 星期二晚上稍微平静了 但当局一直在监视 这些呼吁大众 就是移民和政府 在这些庇护者提供法律援助的机构 和律师事部所 其实很多人在外面 小心点 英格兰及威尔士律师协会 你知道 蘇格兰是自己一套系统的 譴责事件 司法部长 马莫德 他亦是在譴责这些威胁 因为他在律师事部所外面 在这里喵嚣 甚至有人就是 BBQ是垃圾桶 亦说会有严重后果 英国王家 检察官 亦说过自从冲突以来 已有400多人被捕 120多人起诉 而且现在他在英国 也走快速程序 有人是判了刑 有人是判了刑 好像第一个判是两个月 没有记错的话 亦包括煽动仇恨 种族仇恨罪 一位58岁的男子 就是因为承认在暴力事件当中 在第一天在Southport 向人移动 不是 错了 他刚才说不是两个人 就是被判监三年 他会快速判 因为他要阻撼他 就是要快速判 但是 你要小心 快速判的时候 可能那些人会反弹 这是一个平衡 但是你要看看 你的止害感觉 大家知道 其实 最后他只能用武力机构去压制 但是武力机构 究竟在大家升级之下 你够不够力量去压制 真的要看一看 应该是足够的 应该是足够的 但极有的人士都很疯狂的 伦敦警察局长 罗里警告 没有人可以逃避法律制裁 他特别评击那些 在键盘后面散步 是仇恨的人 你们小心 那些都是要抓 那些更加要抓 有一位人士叫Tommy Robinson 罗变臣 原来他在塞浦路斯度假之后 在社交媒体煽动暴力 结果一个星期前 冲突是民众高呼他的名字 戴霸博尔有字都说 贝尔法斯特很严重 北爱尔兰 北爱尔兰本来不是这些 北爱尔兰的百年历史 就是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 和新教徒的冲突 现在就不是 现在变成了种族主义事件 真是 拘捕的人最小年龄14岁 最大41岁 即是倒转两个数字 14到41岁 有没有人说 他们弟弟一样是要拘捕的 一样要拘捕 之后处罚如何 轻松还是感化 就是第二回事 但是 有些人就说 郭卓堅他很难看 他这么老 要拘捕他 他 法律就是法律 你从轻法落 还是有其他求情理由 这是后话 带你的法律出来 你就是要遵守 是吗 你的punishment 的程度 你就看官方怎么判 但是如果你真的犯法 无论你什么年纪 也好 那可能你有什么特赦 我当你后话 其实这些应该是后话 但是他第一件事 一定是拘捕你先的 无论你什么年纪 记得之前美国的大道 好像差不多百岁 他都要缺拿归案 后来就不知怎样去 总之 这些事情就是这样的 是吗 原来警方也说 一名店家的工作人员 就遭到年轻人 以种族主义内容漫马 一名十五岁的少年 就被人欲受 便报受伤 另外也有垃圾桶 被破坏 BBQ 另外曾经任职英格兰 及威尔士皇家检察官的首相 司纪然 司纪然本来是律师 他就希望骚亂的人 要处以重罚 怪不得这些 有些不是全部 Biannoa 说是警察国家 就说他跟共产党一样 你如何平息这一场暴乱呢 我真的不知道 我想问 批评你是懂得批评 不可以无程序公义 公平审判等等 但这个情况是要快的 没有办法的 是的 除了香港保安局之外 中国驻英大使馆 亦提醒在英的中国公民 设实做好安全措施 近来英国多地发生骚亂 及社会治安事件 其实中国也认为较轻 中国驻英使馆再次提醒 在英的中国公民包括游客 密切关注当地的状况 避免前往发生事件的地点 不是一样 全世界说一样 请有什么事 就是及时和使馆联络 设实加强安全防范 如果遇到紧急状况 必须报警求助 和和使馆人员取得联系 全世界一样 大陆只是故意的 故意的 那也是那句五眼 要求你本身的国民 注意安全是正常的事件 我不知道你的玻璃心做什么 最可笑的是 他们也将香港的旅游 何时升级了 西方和台湾地区也是 但他们在4月份升级 但一个人都没有被抓 但现在英国正在发生的事件 就是实在在发生的事件 这个就是这么简单 你不能说的 是否就是 不用这么玻璃心 我表达说 为什么他们这么关心 我也不知道 他们问我 为什么他们这么关心 我们真是英国人 尤其是西人 有点是华人血统 都没有那么紧张 都不用 是错就是错 是不行就不行 是不行 现在 他有事就有事 你就说 害怕什么 我又不明白 很害怕 没有这回事 很不想被人觉得 他移民去英国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有多乱 原来这个地方都升级了 这个地方叫台湾地区 哎呀 盟友 应该很安全的 是吧 证明了他都要选择武实 因为如果台人有什么事 都是找他来说 那当然是 正常都应该是这样 哦 这个乃政府 带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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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 制造错觉 你吃饭 是的 看看台湾地区怎么说 台湾地区 他们也是昨天刚刚更新的英国旅游警示 近日英国年日发生多起极有反移民 他没有说反非法移民 他只是说反移民暴力事件 驻英代表处 这个是 台北经文化办事 驻英就是这样 就是 关注事态的发展 不是一样 并且以通过各大平台密切关心 是女英的僑胞 也提醒 在英女商之台人僑胞 謹慎行事 注意人生安全 切勿前往示威和发生事件的地方 一样的 维持自身的安全 也是有什么事 就打给办事处 一样 全世界都一样 什么东西 你自己玻璃心 说到这样 这个最搞笑 自由老洲报 都是傻的 这样也是 不过他也是找一些这样的人 他肯定找一些 觉得是 邓炳强搞笑的人 我想就是这样 反正澳洲 澳洲 澳洲 是向祖国 英国发行旅游警示 但二十三年成立后 西方国家和台湾地区 都要更新旅游警示 3月到4月 有很多国家 但是 好像一个人都没有逮捕 最多人不让你入境 有一个日本人不让他入境 记得吗? 就是这样 以前他说是什么有报 引了你进香港 只要逮捕你 好像没有 只有港字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此 多谢各位 再见